白色小货车开在国道1号C5高架上 但怎么感觉后方似乎有一道光闪呀闪 仔细看原来灯光是从后方车辆出来的 这道绿光是雷射笔 其实对前方驾驶来说是有些刺眼的 货车驾驶把这一幕拍下来 有人带为po上网 指出后方的多元计程车疑似变换车道不当 不满被小货车按喇叭才使用雷射笔 照射前车后照镜导致小货车行车被干扰 去年4月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上 也有一名男子疑似因为超车被后方驾驶 使用雷射笔挑衅 雷射光透过后照镜反射到男子左眼 导致他瞬间看不到 看医生才发现眼球已经发炎了 将依各案调查如回归属时 可依道中环境处罚条例第43条式规定 处清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 并掉扣拍照6个月 警方寄出重罚 毕竟拿雷射光乱闪泄愤 不只造成别人眼睛受伤 还可能会酿成交通意外 后果相当严重 民事新闻 黄文林 李奇新北报道